It's such a perfect day So what's the good day Thing everything is cool Stay down my motherhood It's a perfect day 何謂說文解字 就是要解開你們心中 說不出來的那些字嘛 對吧 現在要開學了 家人煩惱 小孩也煩惱 家長煩惱什麼 家長煩惱因為開學了 小孩要去學校 擔心他們吃的東西 到底營不營養 安不安全對不對 那小孩也煩惱啦 小孩煩惱什麼呢 小孩煩惱說要收心了 要回學校上課 靜好學生該做好的本分對吧 首先進入主題 開學也就是早起 開學又讀早起有沒有 來 我們的解釋來了 放假兩個半月來 再次調醒鬧鐘 不是為了上課 而是怕晚起沒有早餐吃 例句 早起的鳥兒有蟲吃 開學的學生只想有早餐吃 各位觀眾朋友 今天的這一個小學的教學 第一題先給它來這個 開學早起 早餐吃得好 整天沒煩惱 當然要吃得飽以外 營養均衡也是很重要的有沒有 那個什麼 烏果雜糧啦 蛋白質啦 蔬果啦 缺一不可 妳們在錄影喔 妳們在錄影... 妳今天在錄影 她是第一位我們的帥哥 妳們兩個好正式喔 妳今天也弄得很漂亮 妳今天也弄得很漂亮 換完說了... 今天的演會啦 真的有瘦耶 有沒有啊 好瘦耶 有瘦耶 有瘦耶 拉高一點... 拉高瘦啊 瘦耶 為了今天瘦了幾公斤 5公斤 好認真喔 所以今天家裡只是一系列 都是新男的主題 好 為他良生病 我們來到台中 謝謝Julie 來 看一下 你的頭跟各種身體 都蠻合的耶 這裡的老闆就是 等一下 誰會的啦 很過分耶 等一下妳們給它驚喜嘛 等一下 感覺好像超可以的 好含劇人喔 這個蠻有質感的 這個你應該就很OK 這個我超OK 看起來有成熟穩重 對 我喜歡成熟的 而且沒有過多的裝扮有沒有 反正在台中 我們看一下 好... 感受一下 走... 那這個... 帥 這是咖啡廳 妳好美喔 老闆 老闆在嗎 阿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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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開了一個產品多久 我們開兩年了 咖啡甜點七十都有 甜點都是我們自己做的 它七十也是我們有 挑過蠻多的口味 這樣我這種OK啊 還蠻不錯的 因為自己也喜歡 眼睛大大漂亮的 我可以張超大好不好 我可以張超大 我可以張超大 超大 你年紀可以掉出來嗎 你年紀可以掉出來嗎 你... 你不想玩一點事嗎 來... 先看這個拉花好不好 這個很厲害 芝麻 好厲害 不會飛的那一種耶 對啊 飛嗎 有翅膀的 對... 而且是老闆自己拉的喔 安心當然很可愛 也很會拉花耶 而且都自學耶 它的青史看起來 比我講到那麼豐富很多 這一點都不清啊 它就是超豐盛 超豪華的耶 厲害 那我吃這個墨西哥的捲餅 我吃了... 吃了時候說的是捲餅 對 這是好吃的 它吃了青史 帶了泰式的雞 上面滿滿的泰式的醬 這味道不是很重的 對啊... 然後再加它的竹菜裡面 放了很多 它還有番茄 番茄啊 甜膩 吃起來是很清爽的 它有一點檸檬的清香味 有喔 你一講就有 有... 有那個泰式的喔 有那種精爽的那個感覺 有喔 好吃 真的... 這個就滿有青史感的 是 就是有飽足 它就是在這個 早午餐裡面的話 就是算很重要 很送人生化 對啊... 這個是英格蘭寶 它會用奶油 去煎過它的麵包體 所以它吃起來很香 裡面有生菜 蔬菜 糖心蛋 然後得償啊 雞塊 我們來看看它的經驗 水牛層辣 辣雞 給過 它麵包真的很好吃 我覺得它的麵包呢 本身它的那個 它的蓬鬆度 包括它剛剛講的 就是奶油的那個香味 對 因為它奶油的香味 它本身就在這個 麵包的外面那一層 多了一點香味 我覺得它那個蓬鬆 拿捏得剛剛好 外面再一點脆 然後咬下去的時候 而且就是有一點 把我們有點空氣感的那一種 是輕盈的那種感覺 它好像有點像氣墊一樣有沒有 那種很空 它的肌肉是有點類似像蘇北 但它又不是 它是它的肉質其實是蠻嫩的 所以它的肉感覺會 輕輕的壓在那個麵包上面 麵包非常好吃 它麵包很厲害喔 麵包很像很輕盈版的 奶油攤包 就是攤包的質地也是比較膨脆 外面很脆 它裡面的那個精進更好 裡面是帶有微微的彈性 但是它就是又很膨脆 好難吸收 你咬到麵包起的時候是Q的 可是它整體空氣還很夠 然後我也喜歡裡面 它的肉的調味 微微酸酸 它帶一點點的辣 難怪它真的是輕食 就是 所以它看起來就是超澎湃 可是你咬進嘴巴 你每一口都清爽 然後你一口一口吃下去 你不會有負擔的 對 麵包真的很好吃 這個人是豬肉對不對 對 蜜汁嫩足 接下來會有點鹹甜鮮甜 帶一點熟悉的味道 它有一個酸甜鹹香味 我覺得它比較貼近一點 美式樂牌的那種感覺 多了一點鹹香味道 它有一點點像是 比如說像披薩上面的那種 感覺的料 但其實不是耶 很酷 我覺得很好吃 我懂你說像豬肉排那種 但是它多了一個醬油香 它是那種就是 美式豬肉排的 帶有甜味酸甜醬的那種燒烤醬 但是它多了一層 很像是加了醬油下去燉煮 煮出微微焦香的時候 再把肉進去炒過的味道 這個很好吃 這個味道會記得的那種 對... 因為你可能在其他地方 沒有吃到這種味道 這個麵包也好好吃喔 對 因為它每一個麵包 就它真的不一樣的靈魂 或是個性 然後給你不一樣的口感 對 真的 這蠻厲害的 好漂亮 這個就是你們招牌的 巴斯克乳酪 巴斯克乳酪 我要開動 好好吃喔 它的起司味也不是我超級重的 然後再搭配草莓的酸甜的味道 吃起來超級清爽 臨富當 今天你會用什麼建築物來形容它呢 不是 好吃耶 它不是走起司 非常濃郁的路線嗎 真的蠻輕柔的 對 真的吧 這個超好吃 中間有點微半熟的部分 它是又跟它的卡士達醬融在一起 然後蛋味變得更濃 然後最後才是草莓的酸酸甜甜 做結尾這樣 好好吃喔 這個 好好吃喔 這個 鮮甜蛋糕 我覺得 我要開動 我有加佛手乾 那跟咖啡應該也很大 我覺得茶的那個香氣還在 炒紅 真的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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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是 它一直都在嘴巴裡面 茶香味 所以我捨不得講話 而且它的蛋糕很薄 蛋糕跟奶油 對 奶油的份量比較多 所以吃起來整個是滋潤的 然後嘴巴裡面的瞬間就是 送開一趟 很多蛋糕都是那種 都是... 你吃什麼氣 麵包 然後奶油都給少少的 你看... 成本的味道 真的... 你為什麼會這樣子 因為這個時候你會一直想 把茶香一直捲... 扭在嘴巴裡面 一直這樣啪... 對... 茶葉 因為你拍動它 它每拍動一下 它茶香味跟起司的香味 奶油的香味就跑出來 你看我到現在還有一點點 對啊 你會有吧 你自己在試的時候 你看 它有會有 你這樣吃一下 真的有香 捨不得排出去 對... 整個捏著 但真的... 真的很好吃 他們家的蛋糕跟餅子 就是走蛋味很明顯 不是奶味重的那一種 可是他們奶油又做得很好吃 奶油又是走像牛奶 牛奶味的那種奶油 來... 咖啡咖啡 來喔 我們家很用心 辣花的 他們的拿鐵是大人的拿鐵喔 大人的拿鐵 因為咖啡味很明顯 然後不是走牛奶厚重的那種 它奶泡其實反而是薄薄一層 然後它咖啡的香氣是非常濃的耶 這很好喝的咖啡 對啊... 謝謝 台中有很棒的這個地方 給媽媽帶你去下一間 好嗎 好... 謝謝老闆 謝謝老闆 謝謝... 謝謝... 吃完了早餐呢 即將就是要開啟這個上課的一天 有沒有 而且怎麼樣 你也要迎來各種的課業喔 查資料... 讀書的讀書 屋外屋還會聽到一句 功課為什麼沒有這樣 說到這個功課 功課又讀耐力 來 我們解釋來一下 突如其來又再次拿起筆 揮灑青春 需要的不是專業 而是定力 畢句囉 我們寫的不是功課 而是心 怎麼樣 說到這個心 寫功課 查資料 最重要的就是這個心 我們要定下來 我們視野才會開闊 才會遼闊對不對 我們要的是什麼 我們要的是文學 藝術 摩登美食 契集於一身的地方 我們在這個安靜的世界 我們要自己 與自己好好的相處 是的 我們目前所得的位置 就是在台中的中央書局 這個地方是在1927年的時候 由林建堂 以及當地很多相聲共同開辦 經過了將近100年的時間 中間一度曾經學業 但是現在又有名 重新開展起來了 不是啦 好像是這家吧 我是這家 你要是這家 不要說是尊重人 你在幹嘛 我在跟大家介紹一下 我們待會兒要去的地方 妳有講完嗎 這跟妳也有關係 對 這是去年 我母親節帶我媽來吃的 妳到底母親節去過多少地方 沒有 妳媽有想說 喜歡這些地方嗎 我媽要喜歡 她高中的時候 會坐公車來買 就她可能會想起 她以前跟一些男人 在這邊優惠的故事 所以妳一直帶媽媽 沒有帶爸爸 對 而且我會問她說 那男人叫什麼名字 在上網幫她搜尋 肉搜 真的 現在變大叔了 媽媽講出幾個名字 媽媽好像講了兩個 第三個就遇到爸爸了 沒錯... 所以妳平常真的愛往書店跑 對 我很喜歡跟朋友去書群 然後互相就是這邊選說 你一定喜歡哪一本書 所以自己會要交流 我也愛來書店 就怎麼可能有愛看書 請問你們八卦雜誌中 不是 因為我以前就常聽 很多人說什麼 我們來書店就是跟朋友聚會 我都覺得這是一個天棒 妳假裝 妳假裝跟朋友來這邊 妳這樣跟我演一波 好 我覺得這本蠻好看的耶 所以妳是對於 就是台灣史是感興趣的嗎 然後這時候 在這邊看完嗎 這時候我就會說 好了沒啊 我們要走了吧 就一定會有一個很煩的地方 會有一個人在催促 因為其實這一棟有三層樓 對 然後第一層樓就有一些圖書 跟一些金工藝品 而且它現在還有什麼沾水筆 因為我自己也很喜歡 買墨水跟鋼筆 這一套澤青哥有買給我過 我們有交換過墨水 他就比如說他就跟我講過說 我以為我們有交換過墨水 沒有啦 墨水 他人家跟我說什麼 有一個墨水叫亞特蘭提斯 妳知道它什麼意思嗎 它就是什麼大西洋 海洋的顏色 我覺得我聽你們聊的聊天 應該會在旁邊一直噴噴 我知道會睡著耶 它刺的是漂亮的耶 那老婆不會吃醋嗎 不是 妳是交換墨水而已 交換墨水什麼 吃醋的 交換口水再用吃醋 這個真水筆 妳平常是什麼時機 會想要啟動它 無情嗎 不是 就也可以寫日記的時候 妳用真水筆寫日記 對 我覺得我們越來越遙遠了 好 那妳覺得男生寫字 好不好看有沒有加分 很重要 妳寫字好看嗎 還可以 妳的字很美 對 妳的字就是娃娃體 那小燈姐姐 我就是喜歡娃娃體 我的字很不好看 因為小時候就沒有在練字 它也是很女孩子的字 妳是草書 來 男人的姿勢長怎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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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男人的姿勢長 我不好奇男人的姿勢長 欸 妳 有沒有 它有一種 帥的字 妳憑什麼 寫字那麼用力 妳憑它有這麼用力嗎 好像很可以 對 這就是男生字嗎 對 它有一種爸爸要簽在那裡 聯絡比較大 所以這種字妳會加分 我覺得不錯 什麼又是書 這是書籍啊 這書籍每一層樓都會是書 那妳看這邊有童書啊 對 我覺得這邊很特別 比較厲害的是這邊有兒童區 如果小朋友還小的時候 我會帶來這邊 然後我們大人就在這邊吃飯 他們就在這邊看書 我現在抓到妳的標準了 只要任何一個地方有兒童區 妳就是加分 就是 可以讓小孩子一個方便 少繁我們的區 對 因為其實這邊 是非常可以讓小孩子分心的 可以 小孩子很愛聽那種故事書 或是玩那種小車車 對 小桌遊 小桌遊 這裡可以 這裡可以讓他們待很久 對 剛剛有說到二樓 就是除了書之外 甜點書 它這邊都是一些 烘焙類的東西 可以 我自己覺得它現在比較酷的是 它有一些作家 他自己的私房菜單 所以我們等於要點餐 就是直接點作家的一個set 對 是喔 講勳老師的菜單 或是陳喜針的文學滋味 我可能比較適合起針吧 很文青感 不然我們吃陳喜針的瑪德蓮 好啊 OK 準備好又看陳喜針了嗎 來 打開陳喜針 好 它有六種陳喜針的口感 是 這是原味的 對 這是抹茶 這邊抹茶 比利時巧克力 還有金箔 這個很特別的是 它都是白胡椒 紅胡椒 它是杏仁紅胡椒 然後上面白色的是 白巧克力的 這邊 然後這個是焦糖的 肉桂焦糖 對 然後這一個是 紅飽濕草莓 然後它是草莓骨幹 在上面 你們來這邊點 就是套餐就是這樣 還有這個冰淇淋 還有這個冰淇淋 鐵觀音冰淇淋 它就是一杯紅茶這樣 我可以吃焦糖嗎 那我吃 抹茶 那是不是 怎麼吃紅胡椒 你這樣可以吃 我們就這樣吃紅胡椒 好 那我吃紅胡椒吧 就跟你一樣 你這樣可以吃一點點 我吃得很棒 對 其實我也有點想吃一點 那妳剛剛有沒有水 紅胡椒來囉 好 加白巧克力 這是白巧克力的味道啊 沒有紅胡椒感 我覺得對 就是白巧克力的味道 甜味比較重 可是它吃起來脆脆的 它脆 對... 巧克力的脆皮糖膩的感覺 因為我覺得大家就是 可能直覺是覺得胡椒會帶一點辣 就是白巧克力的味道 對 所以你不用怕這種紅胡椒會不會吃 然後現在來吃這個草莓 它沒有草莓果乾 這個才有點酸酸的吧 有 因為它的酸就比較直接 對 就是果乾的酸味 有草莓味道 我覺得它馬德蓮的本體滿好吃的 真的嗎 馬德蓮很容易 很容易乾 對 我想吃這個冰淇 它上面好像有加珍珠味 對 這個是鐵觀音的嗎 鐵觀音 奶茶 麻辣 它白色的味道也是例如 但不是 它的茶香味還滿明顯的 它的白色應該是奶油 加一點奶精 奶蓋 鹹奶蓋 果然有念書就不一樣了 講出鹹奶蓋這個詞味 像這邊姐我滿喜歡的 對 它甜 可是它的 因為鐵觀音嗎 本身就是帶一點 更酷一點的味道 所以加在一起加珍珠味 不會太滴 可以為了冰淇淋一點 先吃蒸 我覺得它這樣配起來剛剛好 對 馬德蓮是比較甜 然後再搭配濃茶 因為我剛剛看一下資料 好像是前幾間本身 就是去法國燙之後 吃到這個東西 然後再幫它研發出這個料理 套餐 真的 它就是在法國吃到馬德蓮 為之驚豔 然後就很想要再複製出那個味道 我們去法國回來 就是只有帶幾個包包回來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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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的 一整天就是在等待這個聲音 等待著下課 等待著放學 等待著找朋友的時間 來了 學生 誘讀等待 等待快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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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付出的代價就是等待 我們來看一下例句 等待著下課 等待著放學 等待著遊戲的時間 各位觀眾朋友 還記得放學的時候 總是想要就在 老弟弟就老他有沒有 跟著朋友 隨便找一間店 打屁哈啦 聊天 點點飲料 泡沫紅茶 或什麼小點一起吃 還跟大家說 我們吃飽才有力氣寫功課 我都看過我 我都知道你在想什麼 就是不想回家 面對功課的壓力對不對 我們現在來到了 彰化火車站的前面附近這邊 對 這裡有一家老店 深受學生歡迎 而且聽說冬天的時候不得了 有沒有聞到一個很香的味道 在這裡 墨玉 那剛剛有沒有看到玉米在哪裡 吃飯完了嗎 吃飯完了嗎 在這裡喔 在這裡 老闆把他埋在石頭裡面喔 這個好熱的感覺還棒 這邊用石頭把它悶熟嗎 對... 所以這個沒有煎水是不是 沒有... 直接用燜的方式 對... 鎖住它的原汁原味 對... 有沒有 跟一些我們之前 在弄那種蠔油龜 把它用石頭要燜起來一樣 讓這玉米的水分也不流失 不會燙耶 真的嗎 我也不會燙 那如果這樣子咧 鐵沙長 對... 不要輕易嘗試 真的讓這個 沒有 很燙 溫溫的啦 我覺得它是有點 低溫烹調的感覺 對耶 有沒有 那個蘇肥玉米 對 蘇肥玉米 蘇肥玉米 而且其實這個石頭這旁邊 已經有玉米的香氣了 對 我們來三隻好了 好... 謝謝 我要辣 我可以選比較脆一點的感覺 QQ的 好 可以QQ的 我有可能一隻先稍微吃一下 這樣可以直接吃 這樣子可以吃那種 對... 它這樣很像是那一種燜熟 所以感覺會更脆 對啊 對 其實打開還蠻燙的 對... 有... 這個煙已經看出來了 它是全熟嗎 對 全熟 全熟了 因為它玉米真的是 比較Q的那一種 它不是屬於那種甜度很高 玉米的口感是好的 那我覺得再加上它的這個醬料的時候 應該會有不同的感覺 也是用碳火下去烤的就對了 對 它醬料是足溫蜜方嗎 對 有加什麼 有加醬料 有加醬料 然後我們加鹹醬料 有加醬料 有加醬料 好難怪喔 好香耶 好香耶 真的那個香味竄出來了啦 好香喔 媽好吃耶 我一直在吃耶 對 沒有 沒停過 阿伯你要說 因為它有加豬油 所以它其實過後會更難控制 因為那個油一滴下來 它就會花了 所以這也是功夫耶 小姐要幾根 我們的玉米又香又甜又好吃 要幾根 那妳只要吃可以吃 好 妳剛剛說想來這裡幹嘛 QQ的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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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覺得他炒這個好涼快 QQ的 QQ的 也等不及了 而且我覺得它好像還活著 因為它剛剛還一直這樣 撥...那個醬汁 它的水分好多喔 我終於知道為什麼 要用石頭去燜它了 用石頭燜它的時候 它不會這樣 有時候水煮流 或甜分 水分會流失掉 是 它整個水分跟甜分 都飽食在裡面 沒有硬硬的那種感覺 沒有 那我覺得烤過之後 有一點把它裡面的這個 澱粉質 逼開變成有水分了 反而這個我覺得咬下去 水分比這個 沒有烤過得多喔 你知道膠囊咬開 然後那個水分 這樣爆開的那種感覺 我覺得是這樣 我對糯米玉米的印象就是 裡面就是很飽滿 它是比較走那種QQ的路線的 但是我發現它的是脆脆的耶 有水分的 比較偏左一角玉米等級的那種 有 有這種感覺 因為其實我之前會稍微 有一點點怕糯米玉米 是因為用煮的它真的硬 對 有時候你腳 腳好久 就這樣站在那邊這樣 腳到嘴巴都痠了 對 嘴巴都痠了 但它完全不會 就是它就是吃起來脆脆香香 然後一個一個剝剝開出來之後 是玉米的原汁 很香甜 我覺得它的醬是那一種 剛剛好的 不行 不是吃醬的玉米 就是有時候很常吃到玉米 我覺得好吃是因為醬很夠味 很重的味 然後要配飲料 很爽脆 可是我覺得 這不用 對 它都不用 聞起來爽味很重 但吃下去還好 而且其實很大隻耶 很大隻啊 但好像七八十塊而已 我覺得這真的 我一個人可能吃完就飽了 而且難怪你看可以賣三四十年 真的是不容易啊 對啊 小小一家這樣 夏天可能還好 但冬天請手腳一定要快 手腳要緊趕快來買這樣 手腳要緊 這台北一四十八 一百二吧 這一支 我買過一百五的 我跟你講我買過一百八 我買過三百六的 我跟你講我買過五百 我買過一千的 所以不要那麼愛比較嗎 你也不愛比較 我很喜歡烤玉米 所以我知道今天有烤玉米之後 我就相當的期待 我期待到我中午都吃得比較快 而且我們今天才在講說 玉米它怎麼樣卡牙王 但是因為它是燜的 所以它稍微 它的纖維就會變得比較軟 不好意思喔 這時候我專門要催你們了 不要再什麼拍照再混了 因為這一家店 早腳賣了就會吃不到 可是我們剛剛這麼多家都跑了 現在是有必要 不會跑那麼快嗎 前幾家沒有錯都是限量 可是這一家是除了 什麼 它從開店之後 只要四個小時它就關門了 而且常常不到四個小時 它就收了 所以我們要搶第一來 我們要搶第一 我們是等於現在是 剛開店沒多久就來了這樣 那為什麼它只賣四個小時啊 它是賣肉丸的 因為它每天是手工限量 而且賣的有 日據時代到現在對不對 也是八 九十年以上的歷史 真的假的 所以這一家可以是 我們吃過最古早的肉丸了 算不算 是 應該可以這麼說 對喔 我剛才有問就是 為什麼下午賣 因為老闆他們都是早上做 然後做完之後下午賣 晚餐前就賣完了 然後他們就休息了這樣子 新鮮的 對 試試看 每一顆都是很新鮮的 它是用那種油泡的耶 油泡的方式 對... 我們不是要衝第一嗎 我們根本沒有衝到第一 你看 裡面還有這麼多客人 那老闆你一天做幾顆啊 大概四五百顆 四五百顆 然後四個小時賣完 裡面那個要很多耶 它不是只剪一個十字耶 它是把它剪到 它剪到... 有點剪六塊的這樣 還沒有夾醬之前看一下是不是 這這樣 這大湯匙耶 它這個香菇也很大塊耶 對啊 蠻厚的這種 很期待... 還有湯 來吧 吃看看喔 真的要試試看 我覺得它聞起來 有一個好濃郁的那一種 花生香喔 它的醬裡面滿滿的花生味 有嗎 而且有蒜味 它的花生味 它那個後腿肉啊很耐嚼耶 你吃在嘴巴裡面 然後配上那個醬汁 你會一邊咬 然後吸那個肉汁和醬汁 配在一起的那個味道 很耐吃 它裡面啊 雙蟲的肉 給你肉塊 它又再弄那種 另外一個肉 脆脆的那種 而且它的皮雖然是有點厚 厚的 但是它並不會不好嚼 其實它算是滿好咬開的 我相信你們也吃過很多種肉圓 是 不管是脆皮的 或者是我們在高雄你老家 吃過那種用煎的 我都喜歡 但我自己還是比較喜歡這一種 油泡 就是油泡 然後傳統加那種 就是偏花生醬的這種 然後重點是它這個湯 我覺得也滿家常的感覺 這樣子 它是綜合湯嗎 25塊 25塊料沒有再少的 有魚丸 粽丸 另外我們蝦丸 再送你一塊 五十大的油豆皮 這真的是滿划算的吧 這個一個組合大家都閉嘴 這個好乖喔 是不是 它好像活的一樣 很嫩 它是嫩豆腐吧 滑滑嫩嫩然後它皮又很香 吃了高湯的湯汁 咬下去那個湯汁就整個爆炸的那種 這個湯也很淡耶 就是簡簡單單但是滿舒服的 因為它一開始沒有過多的調味 你會發現老闆在調味的時候 它是鹽巴跟胡椒在後放 所以它裡面其實就是 比較簡單的大油菜 我自己有一種吃法是其實 因為像這種醬 我覺得就跟其他一些 什麼偏紅的那種醬又不大 這個醬其實滿適合拿來沾 這些丸子類的 所以我其實剛剛在看的時候 我個人會把它當成一個 像我們在吃甜不辣的那種方式 沾的那個醬然後然後 酥哥我不要非常搭 忙忙碌碌一整天喔 我們現在應該要閉目養神 休息一下 熊什麼熊啊 本身在這邊 本身在這邊 來 睡眠 誘讀 放空 很重要喔 我們來解釋一下 一天的結束 就在這個閉目養神的瞬間 眼睛顧得好 自然就睡得飽 第一句來了 休息是為了走更長遠的路 睡覺是為了看更遠的目 更遠的目 我剛剛說 視野怎麼樣 視野就是要遼闊 遼闊我們這樣看出去 眼睛要眨啦 靈魂之瘡很重要有沒有 說到這個靈魂之瘡 偷偷來跟你們介紹幾樣 對眼睛很有幫助的食材 雞蛋 魚 瘦肉 堅果 豆類 綠葉蔬菜 要綠色的喔 然後還有水 蘿蔔 還有這個柑橘類 這些等等 對眼睛都非常有幫助 我剛剛說了那麼多 其實簡單來講 重點就是什麼 重點就是要 那怎麼樣要營養均衡呢 我們來可以看一下 以下的這個菜單 你們可以參考一下 怎麼吃 你等一下就會知道囉 來到這個地方 我先問你喔 你有沒有覺得說 這個社會上有很多人 就是其實賺很多錢 或是很有能力 可是他們不會到處去炫耀 就是很低調這樣 你這樣子 然後鏡頭 就給你整個大特寫 是不是在講自己 幫自己加分 是不是 我跟你講 割得強 割得好 不用特別拿出來講 不用... 對... 我講的是這塊土地 你站的地方 這塊土地 我站在的地方是不是 鵝卵石 對 鵝卵石是很低調 很軟軟的 是嗎 是這個意思嗎 當然不是 我講 我們來到這個地方 苗栗... 鯉魚潭水庫 不過講真的 我有聽過鯉魚潭水庫 但我不知道看下去 是這樣子滿漂亮的耶 而且現在水位算高 你知道嗎 這樣看下去 整個大自然的那種感覺 其實很美好不好 但是我們今天 是要去一些低調的 就是低調到它東西說 不一定大家都知道 搞不好你也不知道 但是吃起來 好適耶 確定喔 你要確定喔 萬一我知道怎麼辦 那就... 那就我知道 但是你也會忘記 我要去 接下去的就是 大家不一定長很厲害 就我們挖掘它 等於說帶性密性 給大家的感覺 對 這是概念好不好 了解... 先讓大家好好欣賞鯉魚潭 YES 走 狗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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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平拉鬥 人在... 狗哥 在這裡喔... 在這裡喔... 在這裡喔 我看到了... 所以說這一集要低調 不要這麼大聲 幹嘛要低調 就走不走你 這很低調啦 太多人知道是不是 你直接在農場很漂亮 我一直到一年四季 都有不同時間開的花 現在玉京香還有蘭花都也 對 然後這邊等於可以賞花就對了 對 你可以在外面 你看這樣一逛逛就很漂亮 其實蠻漂亮 其實這樣看起來就是園區很大 而且它好像有分不同 這邊還有植物區啦 對不對 然後裡面譬如說有金油的區啊 還有蘭花區啊 各種各式各樣的主題這樣子 有點花藝博物館的那種感覺 對 然後你看 你今天來這邊買這些帶回家 你看 茶花 然後裡面 你這樣看進去 裡面全部都是各式那樣的耶 真的 可是百香果長這樣喔 還沒有長大的啦 我還沒長大的 但是我們反正這邊等一下逛內了 這邊都不會太大了 好多區喔 薰衣草花田 還有遊戲區 合菜餐廳 精油主題館 還有城堡 好棒喔 城堡 城堡也有喔 有沒有 都會走別有洞天的 你看 穿過幾個餐廳區之後 出來外面跟你看都是這樣子 它就走過一個小小的綠色隧道 你看 廣闊的玉金花田 而且你看那個嘛 就是偏不可愛耶 有必要這樣子嗎 它長得有點... 很極顯 重點是... 其實你這樣看到處都是蝴蝶 多浪漫的感覺 還有小火車適合小朋友來玩 對啊 好浪漫喔 是玉金香田的啊 而且它還很貼心 有設計這個步道 它走S 然後被人在那邊這樣拍 這樣黃的一段 對啊 就是... 你看我們走到中間的話 就是旁邊都是花田 就不會說有時候好像... 對 然後你就走進去 又會被人家罵說破壞它 就吃飯了吧 花田 走進去 先看一下美景嘛 拍一拍照啊 你看天鵝 這樣真的浪漫 你是偏不可愛的 不行這樣子 有沒有 進來這邊灌完花園之後呢 你要吃飯你也不用想太多 5000塊錢就這整桌送你了 這個是真的有點太誇張了啦 一般想說進來你桌菜 你也不會這麼樣琳琅買不到 它的整個顏色啊 擺盤啊 你就視覺的時候 你就會覺得每一道都很可口 它的配色都很棒 這是一個 其實我們今天這一集 明明是講很低調 對 但他們的菜 看起來都很浮寬啊 這好像有點反鳳啊 放超... 幾乎每一道都有花 你看我符合剛剛外面 這其實裡面的很多都是 他們自己這邊種的 而且這些花都是食用花 你吃一朵給大家看啊 對啊 吃一朵 對 要不然大家不會相信 吃啦 吃給大家看啊 對... 吃啦 吃這樣吃嗎 一片一片慢慢吃嗎 吃著一大鍋 直接吃 我現在的證明給你們看 它真的可以這樣吃 這樣吃別很好吃 一片一片吃還有點香甜 它這次好像咬到有點根部的草 來吃菜喔 這個是這邊聽說是招牌 就是這邊5000塊錢的核菜嘛 他們這麼多年下來 其實都會換 可是這一道永遠不會換 永遠鎮店之榜 可以這樣說 從這個店開就有推到 包肉粽 叫做粽葉一品 五花肉 栗子 香菇 這些香料就包起來了 可能出發點原本是當一個粽子吧 這個是因為它粽葉 其實它變得不只一層 所以它這樣子的時候 粽葉的味道真的很進去耶 即便這個豬肉 雖然口味是重的 但是它這個粽葉用得夠厚 夠多 而且我覺得它放是放在 煮葉 它那個 它的瘦肉的部分 它也因為它這樣一直吹 一直吹... 吹得它咬起來是不會乾脆的那種 就算你有點在吃一個 放大版的肉粽的那種感覺 這個已經有油在外面 可是吃起來 一點都沒有油的那種感覺 對 所以就算你夾豬五花 肥肉的部分 它也不會 它就是一個香甜的那種感覺 蝦類從你那邊 它就是醉蝦的概念 外面是用荷葉這樣子 晶瑩剔透這樣 光這樣照過去 閃閃發光 對啊 而且每一支都是這麼大 而且在剝的時候 你那個手指就會留下 他們那個藥土的香味 好爽耶 很入味耶 又彈又甜 因為新鮮雖然有點彈 但是它又是 因為這種中間 通常都是冰冰涼涼的 這時候配它那種 米酒的香味 在嘴巴裡面就會覺得 很清香 很開胃 馬上重新你的口腔 又要可以再吃起來一點 因為它其實 雖然它是用米酒 但其實它中間放了很多重要材 所以我們剛剛會有一點誤會說 所以吃下去那個香味很夠 新鮮鴻魚 它含肉量很多耶 至少含肉量高 對啊 講求那個水質要很棒 它這個跟剛剛那蝦子一樣 吃下去肉是滿爆的 這個你吃下去就覺得自己很有錢 你就說肉是肉 對 像這個夾起來 是這麼樣大一個 含量那麼足的肉質 吃下去真的就是一個爽耶 真的很幸運 很爽 甘蔗燻雞 我發覺他們吃下去 一定的肉都是走到很飽的 它真的就是低調 但是你一進來就你會嚇到 包含蝦 魚 雞 全部都是給你滿滿的 包含這個一品炊也是 對啊 它不會用飯來混空間 對 而且它就是完全不給你飯 這一聞就有聞到那種 蔗糖燻出來的那種 甘蔗的雞 燻出來那個真的不一樣 甜香 香甜味 燻的這種就是你沒有辦法 用別的方式 比如說醃啊或什麼 它不是它就是燻進去 會有一個煙燻的味道 然後這雞肉也不是說 像它看起來 比如說你覺得好像 沒什麼水分吸進去的時候 還可以 對不對 很好吃 特別是那個皮 你要吃下去你會感覺 好像有點那種蔗糖的味道 是整個巴在上面的 會單單直接用煙燻 它這個煙燻會有一點點 小小的苦味 但它這個好像又會有 你雞肉的甜 是把它抵消掉的 會溫泉之後享受煙燻的香氣 對... 迷人 還有這麼多的菜 大家自己也吃得很好 舒服 吃飽飯還要幹嘛 幹嘛 就是要吃下午茶 不是要睡覺喔 沒有啦 因為這邊你看 其實很漂亮 它很多主題 像我們現在來這個 你仔細進來喔 像熱帶桶的地方 你看這邊的東西 真的去一些 小木屋的感覺 很漂亮這樣子 對啊 尤其這邊 你看 最浪漫就這裡了 各位 就是愛小活Girl 對啊 其實這邊很浪漫啊 你看 這邊吃下午茶 你看還有... 就在這裡 浪漫的地方 有鴨配鴨配鵝剛剛好 今天我們要吃下午茶 就在這裡吃下午茶 我們吃完餐之後 就一定要來吃到下午茶 我們吃完餐之後 太浪漫了 在這種地方 你看 它這個水上面還有煙在飄耶 對啊 這個水上面還有煙在飄耶 對 女生在那邊心都融化了 你看 這是浪漫的 有鵝有鴨 對啊 網美配鴨配鵝剛剛好 真的是 然後我們... 我們今天吃下午茶 也就是花有關 你這個是 我這個算是綜合水果 但是我這裡面一樣有玫瑰醬 在這個鬆餅上 配上這個水果茶 像我這個東西 你看 玫瑰慕斯 這玫瑰茶 天啊 天啊 玫瑰系列嘛 來啦 水果拉草 而且它這個玫瑰茶也不會吃那種 有時候因為有的玫瑰茶 可能要壓它那個花的苦味 就加太多糖 它沒有加太多 這樣喝進去還是會解渴 它那個都是實用的 這個上面還是巧克力冰淇淋 裡面還有玫瑰果醬 我覺得在這邊真的是太浪 太...很來想像說 在這個山上的地方 這樣這麼浪漫喔 而且在這邊還可以感覺 就待上一天了 你看 進園區之後吃個飯 拍拍照 然後剛好下午的時候 跟著家人啊 媽媽一起來拍 剛剛就有看到有一個媽媽 就是來到這裡就很放鬆 那個媽媽來這邊 瞬間變外景主持人 對啊 女兒你看胡蝦 胡蝦 你看看好多胡蝦喔 棒耶 所以說他們真的有找 他用心在做這個 所以他也不會讓你覺得說 好像只有花了不失禮 很漂亮 但是其實吃起來還是很好 對啊 這邊其實很多事情可以做啦 你看那邊還有精油主題館啊 我們可以去買喜歡的精油啊 你這個Q法 該不會我們也可以享受 都已經講成這樣 太棒了 我們已經好久沒有 等一下我們一個人 會有八個食物幫我們按 沒有啦 可是這邊還可以有 有泡腳的地方或什麼的 我們可以去享受一下 那也不錯喔 精油一定也他們自己做的 開始了... 這邊很棒 它是有不同種的 讓你選項可以選 你要什麼樣的精油 而且我剛剛... 而且是選功能的 我選的是舒緩的 就是比較疲勞可以回復你 我是一個促進身體循環的概念 代謝部分的 來 那我們雙腳就是襪子脫掉 然後可以伸進來了 然後利用熱氣熏蒸 然後這樣子 然後蓋上去很辛苦 太多了 可以... 最常是要熏多久 30分鐘 30分鐘 對 然後這邊就拉一個設定 很棒耶 你看這邊吃飯 然後可以休息 然後可以來這邊 其實一整天都可以在這邊 小朋友常在外面玩 我們在裡面熏腳這樣子 你這樣講也對 你這樣還看得到小朋友在那邊跑 對啊... 有感覺... 有感覺舒服喔 有沒有 這個不是我的屁喔 這是精油蒸汽油 你看 有沒有 然後這樣子 這樣子可以坐在這邊半小時 很舒服耶 而且它很貼心 是它還有放一個 就讓你腳可以踩在上面 順便這個穴道按摩 你自己可以這樣稍微推得 它那個混輪式 讓你更舒服 真的耶 給你... 好多 給你的足力就不一樣 是蒸汽的 慢慢的進入你的皮膚這樣 溫柔的 舒服 真的嗎 對啊 你是亂講的嗎 真的啦 真的 你真的是按摩達人 不要問我為什麼在這邊 因為今天就是在講營養的部分啊 那營養均衡 絕對不能不提到這個 韓式拌飯 掌聲鼓勵 說到這個韓式拌飯怎麼樣 營養均衡都在裡面啊 先看到的這個有豆芽 蘿蔔 然後我點的又是牛肉 非常好的蛋白質 又有一包很包蛋 一包很包蛋 一顆很包蛋 然後海苔 然後蘿蚁菜 蘿蔔絲對不對 這個韓式拌飯 不是一般的皮冰棒 是高級的皮冰棒 因為它有加入這個 韓國高級頂級的這個蔬菜 吃拌飯怎麼樣 邀請你這樣 厲害的 拌飯的那個靈魂 就是這樣 這樣... 拌在一起對不對 拌這個會發出一些聲音嗎 什麼聲音 就是一種 讚嘆的聲音 你看 鍋巴 我誰 小當家 我那個辣醬 加得恰到好處 有聽到嗎 有聽到我說的嗎 而且真的這樣一份 有菜 又有蛋 又有肉 又有飯 完美 拌上蔬菜還有特調這個辣椒醬 重點搭配各種那種 手工醃製的小菜 再來一顆煎的半熟的雞蛋 我跟你講 真的香氣滿滿 而且非常的開胃 一口吃進去那個口感的層次 Double Double 我仿佛像是到了韓國 超多 吃了這麼多 妳看它裡面什麼蔬菜都有 我們這邊先浮發一段落 我們來看這邊 說到還是料理 杭料不能錯過的 這個經典菜 海鮮煎餅 有看到它的海鮮嗎 幫大家來品嘗一下 海鮮煎餅每一口 都可以吃到很大塊的海鮮 然後還有 裡面一定會搭配的菜就是韭菜 它那裡面韭菜沒有太強那個味道 海鮮吃起來非常的Q 非常的Q彈 然後搭配外面脆脆的這個口感 加上這個沾醬是清爽的 好吃 我跟你們說啦 想要吃道地的韓國味 來這一邊就對了 而且營養均衡 就在這個拌飯裡面 應有盡有 好不好 就這樣開學了對不對 大家不要慌張 Don't worry Countdown 我們身為學生 其實就只要盡好 我們自己的本分嘛 吃好吃飽 也就是我們的責任啊 營養均衡 投好壯壯 這樣我們才有力氣呢 面對人生的突發狀況 我們繼續玩... 好 繼續玩 好 好 繼續玩 五 六 七 四 是我無聊 是嗎 是嗎 你不要幹掉我 你不要幹掉我 是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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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嗎